大家好,我是Sink Academy的天使老师 在我们CPS高中部学校试中 并不是唯分数论 其中还会考虑到孩子家中所在的Tier Tier其实是根据孩子的家庭住址所判定的 判定的标准会包括家庭的收入中位数 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结构 大部分我们的华裔孩子们 其实都会被划分到Tier3和Tier4 这些TopCPS的学校名额会分成两个部分 30%的名额会直接按照分数划分 这个是不按照Tier所划分的 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剩余的70%的名额 都会依据Tier制度来划分 总均分配到4个Tier 对于华裔的孩子们是中激烈的 以此来说的话 按照Selective Enrollment的入学标准来说 数学方面 如果孩子们的目标是高中 如果这个孩子被划分到了Tier4 要在7年级的时候获得相对权益的成绩 同时CPS的Selective Enrollment考试 要两门都拿到99%的成绩 才能成功入学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芝加哥初中学习的信息 大家都可以关注我 我们也会在下周的讲座中 同意跟大家揭晓